现在全世界物价都越来越高 韩国其实也不例外 但日常开销的负担确实有比较重 然后目前年轻人的消费方向 是平常能够省钱就尽量省钱 但是自己重视的部分还是愿意消费 旅居韩国的台湾人郑小姐 在当地花钱变得更精打细算 观察到身边不少年轻族群也是如此 再看到台湾消费市场研究顾问公司 和日韩中的相关单位合作 共同发表年度趋势研讨会 发现确实韩国高物价低成长状况下 性价比消费和小器理财成为主流 调查分析韩国Z世代关键字变化 从2021年弹性消费到2022年无支出挑战 再到2023年则转为乞丐群聊 这其实就是群体自嘲 显示韩国年轻消费者对经济的不乐观 同样反映在日常开销上 强烈控管与保守规划 感受最明显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些蔬菜水果食材这种的 就是你要自己煮的话 我觉得还蛮明显物价有提高 消费习惯有慢慢在改变 最近是比较以性价比高的为主 那韩国情况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韩国在亚洲城市里面 受到这个通膨的这个冲击 算是相对比较严峻的 那所以说韩国的央行呢 也是就是说他的紧缩措施呢 是跑在其他的央行前面 韩国内需低迷出口不正等 整体经济发展都牵动着花费意愿 而研讨会从长期追踪数据来看 日本消费变化从2022年虽然逐渐复苏 但还是没恢复到疫情水准 再加上薪资涨幅跟不上物价 因此如何突破普遍存在的经济束缚感 更是日本2024年的挑战 特别是疫情之后 因为日元的贬值 其实就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去那边挹注帮忙他们拉抬 这个特别是在民间消费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这两个国家的通膨就有慢慢缓和 但是都能然是在他们的央行设定的 这个2%的这个以上 另外针对大陆调查 由于CPI持续低迷 失业率走高 中美贸易战造成供需失衡 种种因素都打击到消费者的经济信心 买东西便宜只是基本 更加重视实用性精准需求 连带让新美学意识抬头 对美这件事情 他们更着重他们自己本身 本地或传统文化的东西的注入 因为第二个因素 也是因为景气的因素 所以他们就强调实用性 更符合现实的生活 台湾年轻Z时代 也刚好在出社会阶段 碰上疫情 以及接踵而来的高通膨 生活更加切身感受到沉重负担 因此也得思考怎么创造出 更经济安全的环境 去年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到了年底 我们发现就是说 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低迷的气氛 开始渗透到这个服务业来了 今年的情况可能 可能就有机会反过来了 就是说这个服务业 会达到一个新的均衡 可能它的消费力道 不会像去年那么强劲 但是制造业 在这个订单会慢慢的回温 2024年的第一季 那应该是很快就可以来到 这个亚洋设定的2%以下 尽管逐渐挥别疫情阴霾 各国旅游也逐渐复苏 但东北亚消费市场恢复的步伐 似乎还没跟上 更影响商业发展的密切联动 特别新闻 连制之后 现在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